拜登不久前参加日本的七国集团会议时 声称与中美的关系很快就会解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国高级官员 在瑞士进行了一次事前长时间的会议 媒体完全不知道 在过去的几天里 中国商务部长抵达了美国并会见了其他几位部长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也去了美国 会见了副首国务卿 早前一段时间内 美国一群部级官员发表了加强中美关系的言论 那么中美关系真的到了拐点了吗 对于美方发布一系列缓和中美关系的消息 中国官方在采取行动加强与美国的联系的同时 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中美之间保持了必要的沟通 但是如果美方口口声声说沟通 却同时对中国进行百般打压和遏制 对中国官员机构和企业进行制裁 这样的沟通有何诚意和意义 一系列缓和迹象并非拐点 中美中与今天的对抗 毫无进展 所谓的中美缓和 一切只是中美中双方的拖延战术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中美双方高层是从各自的实力和所面临的经济 政治形式来判断的 弱势和对方摊牌 那么双方都会遇到难以承受的负担 事实上 关于这一点 中国的高层已经无数次公开表示同意 当他们与美方见面时 他们会反复肯定一点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但美方似乎并不同意这一点 尽管他们在释放放松信号 但他们从未停止推动中美相互搏斗 为什么中美关系不可能出现改善的拐点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经过十年的发酵 美国又一认为 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观点 已经被美国政府和反对派所接受 我同意美国的人已经形成了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的主流舆论 这种舆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作为一个民主选举机制的国家 任何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这种民意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 现在拜登政府还是比较适中的 在联合盟友封锁中国的同时 不断宣称不与中国脱钩 坚持一中政策 并发布如今一系列缓和信号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国务卿蓬佩奥和特朗普前后的 几位国家安全顾问和其他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 对中国充满了敌意 放弃一中政策 用军事手段挑起台海战争 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最初来自于 曾经统治美国共和党的右翼极端分子集团 拜登的政府将于明年底结束 后年元月将有一位新的美国总统上台 这位总统很可能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 类似于特朗普人 其实不在乎无论共和党上台 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美国包含中国的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 如果拜登连任 他会继续说下去 建立西方对抗中国的格局 然后慢慢收紧包围圈 力争不战而胜中国 再传辉煌美国杀死了苏联 如果共和党上台 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 有可能发生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因战争而终止 那么中美之间的对决又会在何时呢 这取决于海来两岸何时摊牌 海来两岸何时摊牌 首先要看民进党是否推动台独分裂 是否会踩到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设定的红线 如果他们宣布独立或判立台独 如果美台采取两岸专家认为 大陆将使用武力的任何行动 例如台湾即将拥有核武器或美军大规模输入台湾 然后将进行两岸摊牌 然后进行中美摊牌 事实上 除了上述导致中美摊牌的情况之外 另一个导致中美摊牌的时刻正在临近 这一刻来自于对中国的美国科技战 目前是当中国军队的发展距离美军的力量达到最近的距离时 中国各种武器的等级逼近美军 中国的武器生产能力已经超过美国 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发动技术战 在芯片领域禁止中国 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中国在技术上继续落后于美国 从而中国的武器研发水平和军队实力再次拉开与美国的差距 这种差距即将扩大到影响两岸海来军事平衡 动摇大陆对台绝对军事优势 或影响现有地区否定中国军方抵抗美军军事介入台湾的能力 则中美摊牌的时间到了 中国主动出击 目前大陆美台都在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来达到目的 美台必须威胁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 大陆必须阻止台湾继续分裂 中国必须阻止美军急于援助台湾 中国大陆反复声明台湾问题在我 时间在我们这边 那是因为大陆有信心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会超过美国 如果美国对华科技的封锁让中国感到绝望 或者美国对台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水平 让大陆觉得解放军对台军事优势动摇 那么中国大陆他很可能会选择一个他认为最接近美国强度和最有可能拒绝美军访问台湾区域的时间 在台湾主张分裂的政党是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 启动非和平统一进城台湾 最后总结一句 美国不要逼得太紧 否则中国会主动挑起战火的 战争之日是美国世界领袖地位崩溃的开始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办法让中美战斗 当然中国也会受伤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